明镜之子是腾讯推出的已当全民见证偶像养成综艺节目,邀请大咖心崔助力,8月17日,明镜之子节目直播时遭遇突发事故, 末卫身穿黄白条衣服的男性本丝突然冲上舞台,欲强吻心推官之一的李宇春,还好春春当机立断命接躲拍,微笑化解,一旁的华晨宇和吴清风,也及时出手将该本丝拉开,之后春春仍然保持一贯状态,冷静点评,展现出大家风范,随后,明日子子发文致歉,并对李宇春表示敬佩和感谢, 并称将严查现场失控的观众,他内心是有时邪恶,还是对人们始终良善,李宇春对这次突发事故的冷静处理,得到了大家的一支称赞,他对舞台的专业态度,与比赛的尊敬真的是非常厉害,事件发生时, 演美正在表演李宇春的歌曲流行,随后直播画面中断,插入了广告,几分钟后直播继续,台上的李宇春表现得非常敬业, 像完全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,仍然恪守自己的职责,继续点评选手,之后,李宇春还发文向粉丝暴平安衬,安好,宽心, 虽然明日之子节目组及时做出了道歉,好像并没有平息粉丝的怒火,在道歉声明的评论区,粉丝们纷纷留言,表达自己的愤怒,道歉有屁用,所有影响好撤掉,马上, 第一,没有亲到,李宇春避开了,第二,不是本思,这是病态第三,没做好安保措施是节目组,的施责,请删除图片不要再散播,对当事人造成再次伤害,谢谢,我给大家翻译一下,意思大概就是,全年我们安排上了,影响号我们安排上了,这搜我们安排上了,粉丝我们甩锅上了, 现在道个歉,拿个工资走人了,一句话保安呢,该不会是拿春春炒做的吧,安保工作就是这样做的吗,就是这样对待嘉宾导师的吗,能要点脸吗?